同桌一百,同桌一百,祝你考试一百,满意一百 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上课吧 上课 请 老师好 同学们好,请坐 在前面咱们学习了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此方程 今天咱们接着学习实际问题与一元一此方程里面的一部分内容 看今天的学习目标 一,掌握应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步骤 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通过探索球赛积分表中的数量关系的过程 进一步掌握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 并且了解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时要注意的问题 咱们前面解决实际问题 一般情况下 数量关系都是用语言文字在题目之中给你描述出来的 但是实际问题之中并不是说 所有的题目都会用语言文字把数量关系给你描述出来的 可能会给你表格让你自己去发现 也可能会给你图像让你自己去找 这个就属于是表格的问题 在这里给同学们一个表格 这是某一次篮球比赛的成绩情况 在表格中分了几个队 横着看有场次 胜的场数 负的场数 还有总的几分 那么了解表格之后 咱们看第一个题目 要同学们解决的是 用试字表示总几分与胜负场数之间的数学关系 在这个题目里面 总几分表格中能够长到 不同的队有着不同的几分 二十四分的 二十三分的 二十一分的 十八分的 十四分的 都有 那么胜的场数 负的场数 也是有的 但是要想把几分与场数之间联系起来 那么咱们必须找到的就是 胜一场能得多少分 负一场是不是得分 能得多少分 如果说这些量长不出来 关系是没办法的 所以在日子问题之中 咱们必须想办法求出题目之中 胜一场得多少分 从而算出所胜的场数的几分 以及负一场是多少分 以及负场数的几分 这样咱们才能够完成整个的题目 那现在同学们仔细观察表格 分析表格 从表格中看出来 负一场该得多少分 最后一位同学 这一排最后一位同学 从最后一个钢铁队可以看出 他一共 小四十四 然后没有说一场 而说到十四场 他的得分是十四 总而可以看出 负一场得万为一分 好 请坐 在这个表格里面 咱们只给出来老胜的场数 负的场数 没有说平的事 那看来和他无关 那么从最后一行钢铁队里面 咱们可以看出来 总共比赛十四场 他胜了零场 一场没胜 十四场全都输了 还得了十四分 那就说负一场也能 得一分 这样从表格里面 能够观察出来 人家说我计算行不行啊 行的 可以 那么从最后一行里面看出来 这个方法更为简单 那么得出胜一场 该得多少分 你知道负一场 得一分 胜一场 该得多少分吗 第二位成绩 因为负一场得一分 那么我们根据前进 对他的积分 他一共负了四场 就用二十四减击四 然后再注意他胜了十场 就得得出来 胜一场得二分 嗯好 请坐 用算术法来算到 负了四场 那么负场得分是四分 总积分二十四分 所以胜的场数里面 总积分就该是二十分 胜十场 积分二十 所以一场是二分 怎么也可以用方乘的形式 来进行解决 假设胜一场 X分 按照前进队的形式 10X加1再乘一次 那就是等于二十四的 在这个式子之中 咱们要了解 每一个数的含义 前面的10X 这胜了十场 胜一场得X分 那10X就是胜的场数 积分是多少 后面相加的一乘以四 这个一是指负一场的积分 总共负了四场 所以积分是一乘以四 通过方程也能解决出来 X等于二 总之 胜一场是二分 那现在好办 根据咱们刚才所列的关系式 总积分就是等于 胜的场数的积分 以及负场的积分 胜一场积多少分 知道了 负一场积一分也知道了 那么这个关系式就不难列出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题目让同学们解决的是 总积分与胜负场数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用胜的场数来表示积分 还是用负的场数表示积分 都可以 因为在题目里面并没有要求 就是用胜的场数来表示 所以我可以这样 假设 某一个队 胜了M场 总共十四场 胜了M场 那么负的场数 就用总的数量 减去M 可以得到 所以十四减M 那么算积分也就容易了 总的积分 它就该等于 胜的场数 M 乘以每场的积分二 再加上负的场数 乘以每场的积分一 乘以一 不再书写 通过化检之后 得到M 加十四 这样咱们就完成了 第一个小题 这个表示方法 咱们是用胜的场数 来表示的 你也可以设成是 富老M场 其道理 都是一样的 那么 从所得到的结果上 同学们在观察 总级分是 M 加十四 十四 实质上 就是打比赛的 场数 因为每一个队 赛几场了 十四场 可以观察出 每一个队 都是打了十四场 那么前面 总级分是 M加上十四了 如果说 让同学们按照 总结规律的方式 来观察的话 这个总级分 还可以理解成是 所打的场数 加上 胜的场数 就是它的 总级分 咱们看 是这样做事 比如说 前进队 打了十四场 胜了十四场 这两个加起来 等于 二十四的 东方队 打了十四场 胜了十场 也是二十四 观光队队 打了是十四场 胜了九场 那么 两者合起来 刚好是 二十三的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 不是按照 列方程 设的方式 来进行 解决的 这个题目 你只有一个 结果的话 你是从 所打的 总场数 与 胜的场数上 来分析到 这个问题 分析结果 是正确的 也是可以的 那就说 分析问题 多角度的 特别是 在总结 规律的时候 其实这个表格 它就属于是 数字 规律的问题 数字 规律问题 一般要考虑到 就是一系列的数字 与连续的自然数 一二三四 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 叙述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之间的关系 这里到底 也是一样的 咱们再看 第二个题目 某队 胜的场数的 总积分 能不能等于 副场的 总积分 也就是说 我打完这一场 比赛了 总共十四场 输了一部分 胜了一部分 刚好 我输掉的分数 副场的积分 副场的积分 和胜的那种 场的积分 刚好是下轮到 咱们看 有没有 这种 感性 如何考虑 最后一会儿的 学生 我认为 应该 不可以 如果场数是十四场 还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他剩的场数 他剩的场数是两分 副场一分 然后他就必须 要剩一场 副两场才可以 比如说比为 可以把场数分三分 然后才可以相当 副场占两分 副场占一分 这样他才相当 请错 分析得很好 也就是说 按照单场积分 来分析这些 总场数的话 要想相当 剩一场 就得副两场 这个积分 才能是 达到一个平衡 所以 在这十四场里面 必须达到 副的场数 是剩的场数的 二倍 这样才能达到 积分相当 那也就是 按照官派同学所说的 十四场应该 等分成三分 这是不可能的 那咱们可以 按照方程的方式 来进行说明问题 用方程 更容易理解 比如说 假设剩了F场 那么副的场数 就是十四 加F 剩场数的得分 二X 副场数的得分 十四 减X 我让他 画上等号 画上等号 解这个方程 很容易看出来 X该等于 三分之 十四 那也就是说 这个队剩了 三分之 十四场 想一想 这可能不可能 不可能 打比赛 场数 必须是 整数 还必须是 正乘数 所以你得到一个分数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也就是说 得到X等于三分之十四 这个结果 是不符合 实际情况 那也就说明 剩的场数的总积分 和副场数的总积分 是不可能 相当的 前面曾经提示 同学们 解决实际问题 当你得出结果之后 不要说 我用方程 求出X的值了 这就算完了 一定要对结果 进行检验 分析 一个是要检验 你所解的方程 是否正确 这个结果 得到是否正确 还要检验 你所得到 这个结果 是否合理 是否具有 实际的意义 像刚才算到 场数为三分之十四 这就是 不符合 实际意义的 对于分析问题来说 有着多种方法 刚才曾经有一位同学 在分析第一个小题的时候 用了方程 这种方法 可以说比较麻烦 没有刚才 他们直接用最后一行 钢铁队 一场没有胜 全都是负场 算出来了 负一场的几分是一分 然后又推算出来了 胜一场的几分是两分 但是这有限制性的 不常说有限制性 刚才 咱们看 最后一行 钢铁队 这一场没有胜 很特殊的一个盾 那万一所出现的情况 这一对 没有 因为表格里面 没出现 胜场数或负场数 为零的情况 都有胜了一定的场数 负了一定的场数 你再从表格里面 想着直接观察出 负一场为一分 还容易观察吗 这就不容易观察了 这就需要借注意 刚才第一位同学所说的 咱们可以用方程来解决 如果说方程解决的话 不妨这样 假设剩一场 X分 你能不能表示出 负一场的得分 咱们选择其中一个队 比如说前进队 前进队打了14场 胜了10场 负了4场 总几分 24 如果说胜一场 得到的是X分的话 怎样用X表示出 负一场的得分 这总积分里面总共两类 负场的积分 胜传出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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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陈姐想说 因为他胜一场为X分 前进队他胜了10场 所以10X 然后因为是X 然后再加上 再减 他应该总积分是24分 那么他总积分 减去胜传的积分 然后就是24减去10X等于 因为他负场是4场 所以胜传出的分 再注意4就等于 负一场的得分 好请坐 总积分有了24分 胜一场得X分 前进队总共胜了10场 那么胜传出的分数 10X 两个相减 咱们就可以得出来 是负场的总积分 总共负了4场 用他再除以4 就是负一场 得了多少分 那么这是前进队的情况 你只有这一个 是求不出X的 所以还得再选择一个场 如果说选择东方队的话 那就不行了 因为东方队和前进队的情况是 一样的 必须选择一个和前进队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 我可以选择光明队 选择光明队 其实到现在 这个表示已经不难了 好 第一位同学说 5分之23减9X 5分之23减79X 请坐 正确的 那咱们再想一个问题 负一场的得分 不管是哪一个队 你想想 得分情况一样不一样 一样 也就是说 前进队也好 光明队也好 负一场的得分 总是相同的 不可能说 你这个场负一场 我让你得半分 另一个场负一场得一分 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这个里面 公平二字 体现出一个方程来 他俩要相同 当咱们写这个方程的时候 已然能得出 有同学说 我用刚才第一种方法 感觉着比较简单 比较熟练 那你就用第一种方法 有同学说 我用方程 感觉着用着简单 那你就用方程 适合自己的 就是最好的 这是球赛积分表的问题 谈到球赛 再看一个问题 足球比赛 积分规则 和上一期不一样 胜一场得三分 停一场得一分 负一场得零分 一支足球队 在某个赛季 共需比赛十四场 现在已经比赛了八场了 这八场里面 输了一场 得分是十七分 问前八场比赛中 这支球队 共胜了多少场 第二楼里头先说 用方程解决 是共胜了X场 因为摄一场得三分 所以是3S加上8 3S加上8-1 3S加上8-1 偶尔就得出来的是 共胜了 得出来的是总分 然后用总分 不好说 请错 其实同学们用的方法 是正确的 是而胜了X场 输了一场 那么平的场数 就是八减一加X 负的场数里面不得分 那就不算了 胜的场数 剩一场得三分 那就是三X 平一场得一分 再加上一个八减一 减X 这样总共得了十七分 从而可以推导出 X它等于五 所以总共胜了五场 所以以后问题之中 不管你 给你什么问题 能用方程解决 咱们就用方程解决 用方程 利益同学们分析问题 那怎么不妨再看一个 如果说这是球队 打满了十四场比赛 最多能够得几分 分析起一 现在已经比赛了八场 输了一场 得了十七分 也就是说前八场每年得了十七分 把这十四场全都打完 最多你能得出多少分 最后一个问题结束 最多能得三十五分 你怎样算出来的 因为它前八场已经得了十七分 如果后六场全获胜了 它得到十八分 十八件事情的三十五分 所以如果最多能得三十五分 好 请坐 已经打过了八场里面 得了十七分 剩余六场 如果说这六场里面 你全都剩 这是最大的一个数字了 那你的总积分 也就是达到了三十五分 如果说不是这种情况 通过比赛 那么这打满十四场比赛之后 得分要求不低于二十九分 不低于二十九 意思最少二十九分 那为了完成这个目标 请同学们分析一下 后面的六场比赛之中 这支球队至少要胜多少场 才能完成目标 可以动手在这几本上合算一下 好了 合算完了吗 最后一位同学请说 至少要剩四场才能达到预期目标 为什么 因为它预期目标是不低于二十九分 二十九分它前八场已经得了十七分 然后二十九年十七等于十三分 十二分 上一场得三分 十二除以三等于四 所以至少要上四场才能达到二十九分 但是如果是平的话 对得到三分是十二分 所以我只要要上三场才可以 哦 请说 那万一在这六场里面你胜了三场 那另外你说的呢可能平三场 万一不行了 数一场都不办呢 如果说在这里面有一场达到 那么你的目标还能完成吗 要想保证这个目标绝对完成 最少应该四场 如果说你只胜了三场 你的目标不一定完成 为什么说不一定完成 已经在这六场里面胜了三场了 那么这三场里面拿到了九分 胜余的三场可能平 可能胜 也可能是负了 到底哪一个情况 不确定 所以这后面三场到底能得几分 你不敢确定 确定不下来 你的目标就不一定能完成 所以在后鱼后面的这三场里面 当你再能胜一场 完成了 如果说一场没有胜 平了三场 目标也完成了 如果恰恰复了一场 你的目标就完不成了 所以在这后面六场里面 当你胜三场的时候 还不一定能完成目标了 所以那这样应该是最少最少 胜上四场 我这样绝对能够完成目标了 就算是胜余的那两场 我全都负了 也是完成了目标了 所以咱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 不只是要考虑得分情况 还要考虑剩余的那些情况里面 到底可能出现哪些情况 分析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全面 任何一种情况不能遗落 这节课咱们就学习这么多的内容 把今天所学的知识 所应该注意的问题 再做一下简单的总结 第一 用方程解决实际问题时 要注意解方程的结果是否正确 还要注意检验方程的解 是否具备着实际的意义 是否与问题相符 第二 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不是唯一的 你可以用多种方法去解决 所以要善于发现问题中的 相等关系以及数量关系 找到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法 咱们说过 适合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第三 分析问题一定要全面 尽可能多地发现 表格中的信息 问题中的信息 不要有所遗漏 好了 下课 请 老师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错 好 谢谢大家